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个不要合肥了 第三个不要欺负原住民 老实是做个台湾人 合肥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没有合肥就没有合肥 但愿你能够记住我的话 我也会永远的爱证明 跟你朋友们的人说 谢谢你的来 谢谢你的在乎 而且其实我们今年有一个新的 我们都不是局外人 我们都是在台湾台东 这块土地 很爱很爱我们自己家乡的每一个人 今天311是日本河岛福灾六周年的日子 单一的悲剧影响了台湾 甚至影响了全世界 全世界对核电的信仰 一夕之间破灭 许多国家就转而努力 绿色的能源 永续的能源 我们有行的主题是 飞核低碳永续能源 我们要向小英新政府诉求 核废处置动起来 节能绿能做回来 废人废物活起来 我们反对台东县达仁湘南田村 成为地方设计废弃物最终处置设施 建议候选藏旨 要求南与核废料立即签出 台湾应该积极转型 推动能源转型 进行路人艰难的永续生活 关于核废 关于核能 这个事情 对我来讲说说 这不是我们人类可以玩得起的东西 这是我们政府所有世界的人 在做一个全力的象征的东西 这是很危险的 那我们有必要 就是把这个核能核废这些的东西 能够做到很有效的控制以外 我想说其他事情是没办法 这个全台核废有种储存地 都是选在资源弱势 而且用电较少的天香跟原香 这是非常不公平不公平的事情 核废处理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共同议题 它不该指示核废地区 或核设施地区居民的痛苦跟难题 首先我要来念一段 美国犯称印第安人的原住民诗人 特路戴尔的一段诗 活在如此的现实中 我们可以承受 你们的囚笼 你们的子弹 你们的压迫 你们的谎言 你们的蛮惨 我们知道 你们已摧毁你们的和平 活在如此的现实中 你们就是这样的活着 这是印第安人的杯歌 也是我们达物族人的杯歌 来与核废料 从第一批的一万多桶 到现在一百零六年的十万零两百七十七桶 从陈水扁先生的新伙伴关系 承诺民国一百零五年签出核废料 现在已经一百零六年了 到今天的蔡英文女士 道歉所谓的转型正义空投支票 我们见证注释 你们非和家园核心价值的低落 以及灵性的凋谢 你们知道吗 南云三十五年来 我的家族 不管是我夫家或我自己的家族里面 有甲状腺癌 有直肠癌 有乳癌 乳腺癌 我走出去 我的家门 我的部落里面 也有乳癌 也有子宫颈癌 也有甲状腺癌 再到各部落 也有血癌 而且是年轻人 然后还有五岁的脑癌 你说这些台电 中华民国政府跟我们说 这跟核废料没有任何关系 那请你中华民国政府跟台电 来跟我们证明 这些癌症 没有间接或者是直接的关系 蔡英文女士 我们希望她能够落实转型正义 核废料牵出兰婴 回归到原来的地方 我们联盟 去年9月就参与 全国费核行动平台 举办的全国核废论坛的台东厂 汇集了一份对核废料处理的构置文件 邀请地方的意见领袖 关心的居民参加 进行公民讨论 进行审议式的讨论 依这个构置文件 向新政府提出核废制定的方向跟原则 我们的重视是认为 地方的意愿应该认为选址最优先的讨量 在选长址的时候 若在原住民族地区 则应该遵循原住民相关的法律保障 充分重视原住民族权益 以往政府的公信力很低 因此政府应该要先收复 民间对官方的信任感 再谈接下来的政策规划 而地方参与核废政策的权利 应该要重视资讯公开 公投制度的修正 民众参与等等的面向 我们知道核废终于要 一定要有储藏的地方 可是南田到底适不适合 台东很多人说 我们用电这么少 为什么承受最大的恶果 那我们必须要再提出另外一个理由 南田地址不适合 我们曾经在信议会举行公聘会 请地址学者 地址专家来讲 他说 那个南田那个地方的地层变动非常大 地层变动很大 所以在地址上呢 他不适合 整个台湾社会对核被料的认知跟讨论非常少 所以以至于不管台电或政府说要迁去哪里 都会引起很大的反弹 这样就会增加很大的社会成本 所以我们认为 现阶段最重要的是 赶快启动社会对话 核废料应该是全国的议题 是使用核电没有办法回避的代价 不是只有我们这些人才有关 应该是留下而上讨论核废料应该怎么处理 的游行之外有同场加印了废人活化市集 那为什么我们会取这个这么废的名字呢 其实废人活化市集的由来是说我们要反核废 然后我们反核 另外一个更积极的意义是说我们其实当然就自己要学着过节能的生活嘛 无数的生活 我们要减少使用塑胶 我们就来做一个无数的题材 然后所以呢我们的各个摊位当中都有很多的朋友 今天摆出自己平常手作的作品 来意卖或者是贩卖或者是以物易物 我们的节目 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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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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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遊 好携 唱粟糟糕 唱粟糕